2019年,12月20日,淘汰何人节目,Case 3分钟 今天收了雪了,现在5点20分,漂亮吗? 正吗?我都觉得很正,新东西 好了,今天的大市就坐下坐下 看看恒生指数,15分钟图 今早一开就开高,当然了,上到27,900 中段又回来,刹下来 最低就下到27,800 美市收27,871 有个什么好消息呢? 好消息先,讲好消息先 好消息就是在周线图 我最喜爱的罢材,EMA软件 如果你想用这个罢材软件 有兴趣这个技术工具 你可以在Facebook去WhatsApp PM我,我就会叫罢材租去连络你 你可以试用这个软件 这个工具今天在周线图 为什么今天会录呢? 因为今天在周线图那里 这6条EMA的副产品出现了 Buy信号在周线图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因为周线图出了Buy上一次 上一次是失败的,上一次何时出现了 上一次是在6月 6月出现完之后 那个反弹 跟着就撒回来 很快就关闭了 但今次不是了 今次是在底部咬上去出现 那我就觉得是 那个 很快就掉头 上次跌下来的情况 出现的机会就小了 所以我就觉得 今次是一个好信号 这是第一 第二 在周线的角度来看 连续在恒生指数 现在已经升了去 连续对上的两三个礼拜 已经是上升了 连续升了三个礼拜 而今个礼拜的成交量 是比上个礼拜再高一点的 亦都是以一个高位的地方收 再加上 这个礼拜已经高于在11月4日 那个礼拜 如果用周线图画图的话 就已经高于收市价 再加上成交率 开始连续三个礼拜都升 这个很配合的 因为呢 在港股的淨资金流入 基本上一路都是 静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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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入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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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入静入静入 静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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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成交量有信号 就是一个上升趋势 有上升趋势 一早 EMA 有上升 买入信号 另外一个就是 MACD 在底部两个 静入静入静入 跟着 Histogram 开始加幅 这个也是第三个工具 有上升趋势 这个是周线 不是日线图 而是周线图 所以意味着 那个格局是一浪高过一浪 你说 昨天星期三的节目 说挑战二万八千二 我觉得机会非常高 接下来一个星期 这个位置 我觉得应该会看到 恒指牛证 自己找一下 上一集节目 就介绍了腾讯的牛证 我觉得 这些牛证 你都可以继续去买 如果恒指牛证 你要赌得大 你就 应该这么说 所谓赌得大的意思 就是说 你的斩头位近 斩头位近的话 当然爆炸力就强 但是有机会就输了 但是我觉得一个位 就不应该跌穿 就是二万六千五 二万六千四应该 二万六千四应该 二万六四 就不能跌穿 那二万六千四 它用这个位来做一个 牛证的 斩头位 不就输了 但是起码有爆炸力 你自己衡量 吃得行鱼 吃得喝 买一袋 赔一袋 这个是自然定律 这个是自己决定的 用这些位置 找一些牛证 我觉得应该可以可取的 可以可取的 好了 大仗是这样 当然美股的创新高 当然继续 VRS 很低 所以全球的气氛 基本上 我就不觉得短期里面有大插 也都是 经常说一句 你要大插 必须要出现 spike 我们叫尖顶 才有机会出现 但是 看来 短期里面 都不会出现 所以都比较 我觉得是放心的 好了 另外一种就是 上证 上证建议过 有机会上回到29800 现在3000 都看到了 但是上证那种惊喜 就不及恒指 因为恒指 连续上升 亦都破顶 上证还没破 上证 9月的顶位都没破 是会慢一点 必然的 因为国内 在大陆的经济 的确是差的 所以它的速度 我觉得是 未必不快 当然了 全球 香港大部分公司 都是国内企业 所以香港恒指 是不是真的会 劲爆呢 明年 明年都会是好的 虽然经济 是会继续 划痕 但是 整体的大市 看来上第一季度 由现在至第一季 如果用周线图 的角度去看 都应该 有一两个月 继续上升 不过28,200 你买了的 都是那句 都是要偷偷 好了 今天个股 就几多 这一只 黑马 当然 就是Wallace 最喜欢的 油柱汉 1658 1658 这一只 建议 一路建议你买 好久以前 怎么叫你买 4.8 4.9 现在是5.4 这一只 破顶的机会 甚至高 不过 这一只是慢的 不会快的 所以 適合一些 进取型的朋友 我觉得 没有考虑的 只剩下5.2 不过 如果你是有耐性的 这一只绝对 是想得过 是吧 第二只 下个星期 你可以考虑 下个月内 买的 1813 1813 就是这个 合景泰富 合景泰富 形态出了一个 相抵形态 破了颈线 要升的了 紫蝎位 放在10元 1813 另外一只 就是1966 中进集团 这只只蝎位 放在4.3 有机会 因为放得很短 现在是3.9 你为低一点 就放4元 4元 破得的话 或者4.2 4.2 破得的话 一定要走 4元破得的话 必须要走 否则 如果不然 拨它爆上去 这只 就是第三只 1966 第四只 就是3.990 3.990 叫美的置业 这只又是有形态出来 这个星期也升得不错 只剩下22.7 最后一只 6169 这只 先说一次 放5.1 今天收5.4 输3毫子 义华教育 这只贴过很多次 如果你有看图表 这只 这只 今个星期 这只 阴阳烛 虽然好像 像一个 一个吊颈 但是 如果用今个星期 底位来做 就是5元这个位置 只剩5.1 我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 是出现阳烛 因为最重要是 两个星期前 这只股票出了大阳烛 大成交 接着这两个星期 很小的 就是说 买了货 还没问插数 都可以直博的 所以 一二三四 有五只 你可以想想想 另外一个就是 上一集说过的 就是手机类行业的股票 真的都抬下来的 1478 2018 以及 这个 顺羽光 几只都抬下来 如果是的话 等机会买 等它抬下来 今次是 收拾便宜货 又不是很便宜的 不过起码不会上次 在高位到 叫你冲进去追 老虎等它调整 的确实正在调整 所以 所以 喜欢这个行业 喜欢这个行业的朋友 可以 等低点买 包括我在 OK 今天是这么多